会有称佛的功德 随喜释放一切的菩萨 行菩萨道的功德 乃至于一切众生 所有的善业 你都随喜 这个 现行的心量 你现在的心能 能够扩大到这样程度 上随喜释放一切祝福 下随喜一切众生 所有一点点的善业 你都随喜赞叹 这样消灭的 无始皆来 所以看见人家得到了 你没得到 你不生欢喜 还生嫉妒 就把这一个业障都忏悔了 这叫随喜功德 这个地藏夫子叫我们 发这个大愿的时候 随喜功德愿 来忏悔业障愿 这都在十大愿望之内啊 所以 沾茶散乐 夜报经 不要因为是小乘 这是绝对错误的 不是我拿来 沾茶轮 随手就一支 不可能 你先得发愿 不发愿 不能用沾茶轮 每个愿都是普贤菩萨 十大愿望 相一致的了 这个道理大家应该懂得 如果说 在黑难当中 走夜路的时候 要有一个人拿个电棒 电筒 给我们照一下 放光一亮 我们是不是会感谢他呢 说在三界 在欲界 三界 五色界 三界当中 这是黑难的啊 说我有位菩萨 以法的光明 引导我们 处理三界的黑难 处理三界的黑难 这就叫行菩萨道 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做到 我们随时别的菩萨做呀 普贤菩萨 文术实力菩萨 观自在菩萨 弥勒菩萨 在我们现在所学的 毕章菩萨 在五位大士啊 他们所做一切利益 众生的事业 我们发愿 随喜他们的事业 不止五大菩萨 十方祝福 你如果阿弥陀佛发四十八愿 我们随喜 赞叹 学佛 也发如是大愿 愿无需发呀 说你对现前的一念心 跟阿弥陀佛的心呢 是一样的了 佛心即是现前的心 那我自己的心即是佛心 乃至于 随喜菩萨的善恋 那我就行菩萨了 凡是十法界一些众生 在十法界之内 所有的众生 在没有成佛国之前 将要入佛位置之前 所有乃至于的众生 他有一面的善恋 不得要为 像我自己做的一样 你都去赞叹随喜 这就方便散巧智慧 应当常识发这个愿 每位道友啊 都应当常识发这个愿 这就是文术斯利菩萨 在大方广佛华原经的 教授我们 发菩提心 散用其心 大家都读过 华原经的净行品 对 要随着文术菩萨 教授的 发赞叹随喜心 那就是清净心 佛佛道通 每个佛 利益众生的饭桥 方便不同 成佛的道国是一样的 每位菩萨也入世 因为我们对于 是非 邪正 都分不清楚 你要学会了 用斩叹随 加地藏菩萨的慈悲力量 我们就学会了 学会了什么呢 散用其心 斩叹随 就直到我们散用其心 当我们有怀疑 很多事物决定不下来 用斩叹随 说个简单的问题 当你买房子 这个房子极香不极香啊 买来对我有好处没有 你也可以用斩叹随 地藏菩萨告诉你 入世告诉你 说你要 投资 投资一笔生意 你掌握不定啊 这个投资下去 是赔啊 是赠啊 你也可以用斩叹随 地藏菩萨告诉你 说你可以 可以投资 有利息可赚 如果是告诉你 不能够投资 投资下去亏赖 那就不要投资了 像我说 这个事跟修道没关系 或者有的道友疑问 地藏王菩萨能管吗 地藏王菩萨 慈悲 所以这八十九种 在斩叹随 有189种 所以表达的就是这些个问题 为什么地藏菩萨在世间上也能这样来帮助你呢 使你相信地藏菩萨 建灵入佛道 如果最初不跟你这便宜啊 你不会信呢 如果是你求什么都告诉你 非常正确 你说地藏菩萨真了不得 那我就一心一意的相信地藏菩萨 从世间下 地藏菩萨渐渐渐就引入你到初世间 从初世间 渐渐就教导你行菩萨道 真正了头生死 要行菩萨道 我想发财 世间财 发了你也得不到 靠不住的呀 让你发三宝财 发法财 永远不死掉 所以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绝 就是这个含义 经常还有这么句话 先以欲勾签 建立入佛大 众生的境界像 他在无欲 在无欲当中 你如果引诱他 让他学无欲 他就渐渐呢 入佛大了 这时候你再教育他 他就信了 大家看到观世音菩萨 化现的身体当中 有一个跨花篮的菩萨 观音菩萨有个花篮菩萨 观世代菩萨 跨过花篮 这故事怎么发生的呢 观世代菩萨画现一个卖花的女郎 当然在卖花女郎 相貌非常美丽的 她在这个矿花卖花啊 就好多人围着她 不是卖花 贪图她的眉散 那么很多人就争 要娶她为妻 观世音菩萨就说了 说你谁要能背得观世音菩萨 我就加给你们 那这一来啊 好多那些个秀才啊 一来就有一二十个人 都能背得了 他说那你们这么多人 我加给你们谁啊 谁能一天能背部一佛 妙法良好经 又加个谁 这人就很少了 没有了 只有一个 一个学色 他一天背了 一佛妙法良好经 他就在接官 接这个卖花女郎结婚了 一结婚啊 入洞房 这个女孩子就死了 于是这个秀才看见 真是无常 这个秀才姓马 故事有名有姓了 他从此发心秀当 这就是佛菩萨在一切法当中 先以欲勾迁 建令入佛当 所以 往往是大菩萨 他随习众生的功德 随他的愿 满足他的愿 在随习当中 渐渐地 也无他 向佛当 所以在这个 地藏菩萨 这个第五大愿里 也就是普贤菩萨第五大愿 随喜功德的大愿 对 这个大家从这个 随喜功德的当中 对 我再举个例子 五代五代三 五代五代三 很多的道友 到五代三供千胜债的 也有我们那个 经济不宽裕的了 没有钱的 就是我们三系 本来是很穷困的了 像特别我们的繁殖县 就我们五代三 周游那些带县 繁殖县 这些个经济 那些个能民 非常的困难 哪有钱雇生啊 连自己生活都没有办法 我就劝他们 我说人家供的时候 你可以赞叹随喜 你惯想 像我自己供一样 赞叹随喜功德 我说他的功德呀 你就分了一份啊 你算一文钱没出 那你赞叹随喜 可以不可以呢 这叫赞叹随喜愿 这在我们讲 普贤恨愿的时候 讲随喜功德的时候 那是随一切众生 所有一点一滴的善事 不是赞叹随喜 不是他为什么那么有钱呢 我为什么这么穷啊 这叫祭族随喜 那不但没有功德 还有罪 赞叹叹随喜的功德 有这么重要 这不是很便宜吗 最便宜的功德 就是赞叹随喜 你看人家 修相 在那 磕头礼拜 你没有做 你没有做 你就赞叹随喜啊 他的功德 你就分了一半 所以 赞叹叹随喜 赞叹随喜的功德呀 不可思议 但是众生啊 相反的 你 有些 谢谢大家